繼續回來即場教導知日文必答的環節 身邊的嘉賓介紹一下 都是Jason 歡迎家庭觀眾繼續打電話給我們 E1046566 以及傳電郵給我們的 askbschannel.com 我們剛剛上一節回答了陳先生的email 還有一隻未回答完 我們現在先解答他 編號992的聯想 他又是打算入市 今天就想問一下什麼價位比較好 我們先看看聯想的價錢 就是4.31 暫時今天是未有起跌 Jason你怎樣看 聯想近期都幾多消息 一來就說第四季方面 業績方面出得不錯 說盈利方面 我年也有20%增長 整體的升幅都是高於市場預期 另一方面見到毛利率 這次方面也有12% 比起之前的大約百分之十點多 都有顯著的一個提升 反映了在國內方面的銷售表現 都是越做越好 另外一方面 就見到上個禮拜聯想都公佈了消息 就說去到拼購 德國方面一間是做個人電腦的生產商 就是medion 拼購的成本就有大概是4億多的歐元 如果說折合人民幣的話 都有三十幾四十億左右 近來近幾天都有很多大行出報告 去評論究竟這單的收購算不算是值得呢 普遍來說都是在懷疑 究竟這次這個作價 即是4億多歐元的作價 都有點而是偏高的 因為始終你去這次收購的那間 德國那間公司 其實整體在電腦方面的市佔率 就不算特別高 都是在全西歐來講的百分之2點多 這樣但留意說 如果你說連聯想本身在西歐方面 有5點多的價值得價格的話 兩者加起來都會有接近百分之8的 如果你說計算整個歐洲市場來講 都應該可以打入在頭的五名 即頭五強 但如果我自己的看法就說 我覺得歐洲近期來說都是叫納納亂的 很多國家特別說歐豬那幾個國家方面 其實都是面對一些減債又或者削赤等等的一些措施 所以都會令到他們接下來的居民的收入增長的幅度 都有機會放緩下來 也都有機會打擊他們的消費意欲 所以你說今次聯想收購一家歐洲的公司 打算發掘歐洲的業務 我相信就未必是一個很好的時機 相反如果我們看回聯想的股價的前景 反而核心的焦點都放在國內方面 究竟看國內現在越來越多人喜歡上網 以及越來越多人需要用到電腦的時候 就看看電腦產品又或者手機相關的產品的銷售 能不能夠可以進一步增長 如果你說國內方面市場做得不錯的話 我相信它的股價都應該不會做得差 看回近期股價的走勢方面 一直都是介乎在4元至到4.6、4.7左右 這些位置正在橫行 如果畫回圖的話 大家見得到近這三個月方面 它都在做一個叫收窄的三角形 說現在的股價已經接近三角形的尾聲的階段 如果你說一旦它來股價能夠成功突破了 這個三角形的話 它就有機會以一個單邊試去走 如果你說先突破上面這條下降軌的話 即突破4.6的話 再進一步上網空間就可以看上去5.2左右 相反地如果你說不幸運跌穿了4.2 4.1這些位置的時候 它再下試空間就有機會試回之前的3.9的位置 所以如果你說這些位置買入的話 我覺得都是可以的 但是都要留意先放一個止洩位置 放一定在4.1左右 跌穿了就應該先走一走 相反地它升穿了4.6的話 再上網的目標可以提起上去5.2 好啊 都給大家一些背景資料參考一下 高成幾天前出了一個報告 重新聯想就是買入的 目標價就是5.5 可以參考一下 Jason 不如我們接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有位潘小姐 潘小姐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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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939 939 買了你了 甚麼價錢可以入貨呢 好啊 未有貨的了 7.03 今天跟隨大市回落 跌了3千 曾經穿了7元 其實大家都在害怕 內地對內銀股的一種禁售 其實有些股份解禁 所以對它造成股額都比較大 今天內銀股都是全線偏遠的 我亦都想問一下 是否應該延價見它 回一回調就入 還是前面來看 前景還有一種陰賣 不應該入 因為看到 我想大家都知道 下個星期它就派息了 隨正 所以現在可能買回來 賺一下息也不錯 究竟如何衡量 對 是 看到近期內銀股的走勢 都是偏弱 1939 在上個星期五的時候 都是以一支大陰燭油 即是7.2的價位 一跌 就跌穿了10天、20天線 落到7元左右的位置 今早更加跌穿了7元的價位 如果你看到基本因素 近期內銀股都有負面的消息 是比較多的 一方面剛才阿珊珊說得對 就是接下來八月尾的時候 美國銀行方面 有機會可能要減持 即是健康方面的股份 這些消息 都自然會對於它的股價 會有壓力在 另外一方面更加重要 就是見到國內方面 即是中銀監 其實近期都有很多消息 就說接下來 會進一步提高 他們的資本充足的要求 又或者貸存比率方面 每一天是不能夠低於75% 即是意味著 他們接下來這些大英銀行 就需要繼續吸納更加多的存款 才能夠維持貸款的增長 如果你說存款的吸納是否如你想的話 即是意味著 接下來的順貸增長 都自然會受到限制 另外一方面 也有說到 近期的地方政府 融資平台方面 接下來是有機會 未必能夠完全還錢的 即是意味著 如果你說之前 是借了比較大筆的款項 給地方政府 建基建等等那些內地銀行的話 是有機會 需要承擔一部分的損失 這方面的不良貸款等等 都會影響到這些內銀股 近期的股價的走勢 所以我覺得這些因素 還是困擾整個大市 和困擾內銀的板塊的時候 短期來說 我都覺得應該是忍一忍手 暫時就不要這麼心急去買入 如果你說再看股價走勢方面 見到建行之前是3月底 4月中的時候 曾經做過一個雙頂的形態 大概是7.5 7.6這些價位 都升不穿 再加上它之前的股價 都是正式跌穿了項線的水平 跌穿了7.2 如果量度回整個雙頂的量度跌幅的話 下面的下市空間 有機會落到6.8至6.8.5 所以你說今早上大概股價 都見過6.9附近 但是你說是否這麼快 叫下跌勢存定 如果你看上個星期五 跌下來的陰燭 配合了這麼大的成交的時候 意味著近期 都仍有些大行 又或者機構投資者 在減持這隻股份 所以短期來說 我覺得股價還是偏弱一點 如果你說要買的話 都不妨將買入價 設定低一點 去到6.8至6.8.5這些位置 才去買入 好 明白 Jason建議忍一忍手 這位小姐 是 你有甚麼想問的 1.157 1.157 1.157 是 有沒有貨的 沒有 好 亦都是問一下 最近中聯重貨 真是走勢比較差 16.866 已經再跌多3% 應該怎樣做 沒辦法 這類的機械股 其實之前都很受到 國內方面的基建工程所帶動 如果你說多些基建項目是開工的 又或者房地產的發展 仍然都是蓬勃的話 對於這些重型機械的銷售來說 都一定會是好的 但是相反地 見到近期來說 國內不斷都吹緊這個加息 又或者說地方政府 都由於在那個 借貸方面出現了困難的時候 都令到很多的公共工程 是需要擱置住的 甚至乎說國內方面 之前吹得比較厲害的 一些保障性的住房方面 都有機會未能夠達標 所以如果你說近期那個 即是基建工程 又或者整個房地產的市場方面 做得不是說那麼好 和都叫受到加息的因素困擾的話 對於這類的重型機械股 都自不然會有個沽壓在這裡 所以暫時由於這些因素 仍然都叫困擾著這類的股份 我相信不妨讓股價 是繼續跌多少少才買入 初步的比較重要的支持位 我覺得是放在16.2左右 有機會見到那些價 都可以小轉買入 好,謝謝Jason 見到他的勢頭比較差 要先等一等 要問Jason 講的股份有沒有持有的? 是,沒有持有的 好,謝謝 我稍後回來 繼續有即場交路資 有問必答的環節 好,歡迎大家 繼續傳電郵給我們 又或者是打電話給我們 204.6566 204.6566 現在看看恆生指數 依然要跌172點 做22,776點 成家方面有280億左右 現在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再談